我剛才聽了他少少,這樣罵他行不行? 把戰場擱到娛樂圈那裏? 我沒想過河馬的殺傷力會去到這麼大 我們先看看懶人包 看完懶人包之後,我們再聽一聽河馬怎樣罵人,其實不太想聽,不過他太瘋了 也要給大家看看,看看懶人包 對呀,今天河馬好猛火,我不知道為什麼他火力是猛到這樣 看小小懶人包,就預集一下,看看他說什麼 由於他直播未完的懶人包就得一半 他繼續說自己日常光明磊落,無威無懼,不會怕任何迫害 然後也行話家常說廢話,接著回應毛國界醫生報警這件事 他說自己是不會害怕,就說由得他們去看直播取證 你放心啦,你那些影片聽說是有人已經backup了,好像傳到毛國界那裏 所以你放心啦,他們一定看到的,但取證的人就不會是毛國界 因為按照他們的說法,就是毛國界那裏他就給了一個通告出來 就說是會通知了警方啦 我先找一找那張圖,毛國界那張圖 一剛剛才回到來,就有些東西還沒download完 大家不要太懷疑要等一等 我現在給大家看看毛國界的這張圖片 他直播那裏大家不用緊張,我始終都會說回他的內容,大家放心啦 毛國界醫生香港在2014年9月17號就有網上的頻道聲稱為毛國界醫生 圖片這件事現在就作出聲明啦 瞬一,組織首次收有士文向 подоб事表示已經貨款到這個頻道後能替他們查詢 這件事,他們已經通知警方與YouTube平台啊,1024日正在精訊這所謂的法律意見 感謝大家支持,之後就是講宣傳活動,如果你是想為他們籌款,要先跟他們聯絡、協助或評估活動性質之類,這就是無國界醫生方面的回應。 他將這件事通知了警方,其實警方應該會去查這個事件,如果警方會查的,不知道肥婆會怎樣? 但肥婆說他們的主號停播就是因為無國界的投訴,但如果這個投訴的話停7天,其實這個情況我做那麼久的Youtube我自己是未見過的 其實還有一件事,翁靜靜的頻道也有提及過,不開名不代表是告不了你的 這是最大的問題,為何他今天這麼猛火力去攻擊印尼姐姐呢? 我估計是因為印尼姐姐曾經說過,說不要在肥婆身上用錢,不要告他 他就知道你印尼不會告他,所以他這麼猛火力去罵人啊 這傢伙是欺善怕惡的,如果他知道你這樣說明不會在他身上拿錢,他就會跟你開火 但內人尋味的事又來了,如果印尼說了這句話,而何馬向他開火的話 林作呢?林作呢?林作出了聲明說不會在他身上用錢啊 這樣不是更加去火力去射他嗎?但沒有啊 現在肥婆當我林作沒到這樣啊,這個差別待遇很誇張啊 林作之前他說什麼啊?他說林作給錢去請黑粉去攻擊他啊 那麼印尼姐姐其實都是在自己的Facebook那裏說幾句話而已 在自己的地方說話都要你批准嗎?那你這個是社會亂象啊 有時候都沒有說是很特意說到你,有時候又說一下其他東西 但我不明白為什麼他要這樣罵印尼姐姐咯 這個我真是不太明白的 是啊,我是對於這個事件我覺得幾丟頭的啊 那麼猛的火力去攻擊他,其實是不是想要流量 想姐姐罵他呢?還是他知道你不會告?所以就這樣呢? 嘩!印尼姐姐進了河馬的直播那裏啊 我看一看先 我看一看 我看一看啊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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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欣尼姐姐進去了啊 欣尼姐姐 欣尼姐姐進去了啊 我截圖給大家看看 他叫河馬開名罵他啊 你看看欣尼姐姐 現在我聽聽河馬說什麼啊 欣尼姐姐進去了啊 我截圖給大家看 好招呼 我截圖給大家看 你截圖給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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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反思眼罩都說了你 我截圖給你 我截圖給大家看 欣尼姐姐進去了啊 我現在立刻打開她那邊 有粉絲說你 阿豪伯你都可以寫一封情信給我看 給我看的嘛 那就到了 人家又說你 我在身邊就寫了 我的口口 我一來姐姐 進了戰場啊 我不需要 我知道你的字是解納符的 但是都可以寫的 你寫了 那我看不明白的 你就讀給我聽 你寫的字 只要你自己看一看 這個教師就是人不小人格了 人家不知道 寫封情信給我老婆的人格多低 教書 教書 你別說這些話 我不是空洞賊 人人格又高射 不是 我笑著她 大家在這裡掃一波支持欣妮姐姐 她直接衝進戰場 欣妮姐姐衝進戰場 大家在這裡支持一下她 是啊,我猜不到印尼姐姐直衝 家魂那些人就人格低賤 印尼姐姐沒有對你做什麼 你知不知道這個是不是黑粉? 你真是教書 你不是說的是好人嗎? 很正常 看我到時用什麼心情 被你害得太慘了 印尼姐姐害了你什麼?都沒有害你什麼 我不明白為什麼你要這麼硬的火力罵人 他拘捕了印尼啊? 他是否拘捕了印尼啊? 他不是拘捕了印尼啊? 我弟弟 支持人有很多方法的 鄧人家不敵 支持人有很多方法 他沒有直接開名但拍射也不行 他現在是不適用的 他現在是咬底啊 他不敢開人名啊 阿姐姐剛才出現了 阿姐姐已經到達戰場了 看 這個是不是本人來的 這個是不是本人來的 還是影婚生而已 我不知道 到時或者我親自去見他 多謝他也有可能的 說不定他這樣學一學我更加強大 大時我真的會找到他和他講一聲 多謝他也有可能的 你不激起我那個紅心 我不會這樣的 多謝你 是不是無形的 但到時會用什麼心情去見他 你找他 我覺得 像是無形的 沒有理由這樣回應 像是無形的 現在炒流量 其實直播間的人給我玩 他很爽的 他說的那些胡適不道 大逆不道 大逆不道 我直播間 又給流量 我又不用看 你看 應該 欣尼姐姐應該不會這樣說話 是不是 賀馬唱不唱我手老兵花 是不是欣尼姐姐本人來的 他現在套水 現在套水 快點插一波 支持欣尼姐姐 對不對 如果是他本人衝進去 欣尼姐姐很勇猛 戰神 快點插一波支持他 大家覺得是真還是假 我覺得 叫他唱老兵花 我覺得 未必是他本人 應該不會這樣的 所以那些賊人沒辦法 天天纏繞我來搞我 罵我 我讓他們隱藏 是嗎 直播間一樣這麼多人數 哈哈 沒有人看不到 觀眾也都看不到 他講什麼 只有他自己看到 你看賀馬多囂張 那個人在講什麼 那個人在講什麼 那個人在講 支持 支持浦國街 嘩 這樣講都可以嗎 這個網民寫一下 支持浦國街 我留你 你是這樣寫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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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那時候我不用忍認你的 留你一段歪 你繼續 拆平 支持 支持浦國街 不是瘋到這樣 是不是 大哥 不是瘋到這樣 過戲歌手 那個老街 老街 都說 我那時候買了很多幾個碟 那時候 那時候我們又不是 買了幾幾幾多幾個碟 但是人家沒有對你做什麼 你 你這樣無緣無故罵人 好像 很古怪 但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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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很懷疑 這個人 到底是不是 印尼姐姐本人 來的 因為如果本人 應該不會 叫他唱 老兵花 大家說 是不是 沒有理由 但是你見過 那個樣子 又淋了水 我不是搭過飛機的 嘩 你好聰明啊 你又記得我說過 你不搭過飛機的 搭船去就可以了 搭船去 搭船去 那時候 就說我恩和德風 那時候 如果被他這樣搞一搞我 我更加 紅更加出名 又不同的 我真的會感謝他 是的 知道嗎 又說我剛才有什麼 說到什麼 好 他剛才記得 怎麼說 他剛才說我講得很兇 很兇 你知道嗎 轉口風 這樣說的意思 你說就 我 你說就 兇狠 就 嘩 我見他現在整個 凹水 到底這個 是假扮還是怎樣 假扮會不會嚇死他 假扮會不會嚇死他 假扮的話 都嚇到他凹水 那很搞笑 哈哈哈哈 他凹水凹到兩個人 無倫次 做就 我 那時候 我 那時候很感恩 他以為我 他用一個帽子 來帶給我 但是他 他剛剛 他剛剛 戰力很強 現在 現在凹水凹到這樣 好 我是會感恩的 帶給我越來越好 我會感恩的 真的 我不在乎 那些 誰是一樣的 帶到好 令我越來越好 無論你們用什麼方法 我都不在乎 是不是 六公 非常之開朗 你一個人 那我六公婆都是心底善良的人 當然 心底要善良 善良都要有道 沒有被人踩到手 沒有被人踩到手 多次 不去環境 為什麽 為什麽 我佛都會有火 那時候佛力是什麽 佛力是什麽 有被歌手來罵 罵了人 20分鐘 半個小時 人家一入戰場 他就馬上凹水 什麽都不說 這樣不行的 我只要看你表演 不停的 不停的 隱陽也有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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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再不改邪 就有火了 不想聽河馬 不是 她現在正在開戰場 我都很滿足 很知足 很感恩 那怎麽 又說我不夠人家的美數 是麽 人家用不擇手段 去賺錢 多謝十元的課金 我真的不希望這些 我份人為人正值 是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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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很支持你 你繼續保持這麽樣的表演 我相信 你的人數是會越來越高 不過 可能是會一身矮 我現在很支持你 總之 怎麽都好 你要表演得精彩 那麽我們才看得開心 大家說 我們現在等著看她表演 就算是三百人 一二百人 我都知足 這裏還有五百人 我真的很感恩 多謝你們 在我直播間陪伴我 不知足者負易優 不知足者負易優 不想聽河馬和烏龜的聲音波流 這裏現在 我們要看清楚 剛才她很猛火力 罵了半個小時 現在兩個都不敢出聲 不斷在那裏刪流言 那些白癡黑粉 我全部 全部 他們說的那些很過分 不尊重人 那你剛才說的那些都是 那你剛才說的那些都是 全部隱形 他們不知道的 哈哈哈哈 這個好玩 又不是拉黑她 他們之前經常 又罵我 他們還要簽稿 說 怎麼拉黑我 他就走兩個直播間 他說 你這樣說的當然要拉黑你 不要緊 他拉黑你 你過來我這邊罵他 我這邊不會拉黑你們的 你們過來我這邊罵 我這邊不會拉黑你們的 祝他們做隱形人 哎呀好玩喔 有多好玩 又不是見到她眼眼 那你真是有排山喔 你真是有排山喔 真是 真是好玩 很好玩 是啊 你不出聲 我估計 我估計 印尼姐姐看到應該都會激傷的 你和這些人就 不要太過上心了 是啊 他這些人 他自己說完什麼 自己都不知道 我們說不擇手段 謝謝你的不擇手段 好繼續 我把他出來聽 我斬爛了 把垃圾桶丟掉 把垃圾桶丟掉 哈哈 那些黑粉的樣子 我直播間 惡搞我 以為他很得戚 我全部抓他隱形 隱形了 怎麼不知道他做什麼 讓他在這裡自己 自己玩自己 是啊 自己玩自己 這樣吧 我早就警告你們 不要浪費時間 我去教育 變成了自殘 但是他下面叫他唱歌那裡 我不認為是印尼 他現在這麼猛火力去攻擊別人 就是覺得別人不會告他 所以他就開行馬力去罵 但我又不覺得印尼姐姐有說到他們什麼 對 對 因為他那邊的Facebook 我偶爾都有看看看看看 有人發給我 但裡面的內容 那個所謂的攻擊力度 不高 甚至乎都不是攻擊來的 他說回社會現象而已 為什麼這麼生氣呢 可能就是欺善怕惡 知道你不會動他 他就發行力去搞你 就是你這種人是欺善怕惡的 你以為他在說話很可惜 是的 真的想 既然你們知道 電影以後沒有來直播家罵人 知道嗎 你罵 一罵我 就馬上遭你隱形 你還要給我罵量 你說 多不值 是嗎 所以說你們是廢柴 當然是不信不聽 是嗎 是的 真的笑死我了 很開心 他說支持蒲國雞做雞 不知道那個是中飯還是黑飯 不夠知的 他呢 他以為這樣環蒲國雞就沒事 但是影射同樣有問題 是啊 是啊 我們挺開心 我們聽到河馬的聲音 你怕今晚發夢都聽到他的聲音 但是沒辦法了 他的直播仍然在做著 他已經播了96分鐘 他應該是會播兩小時左右 是啊 是啊 他現在的樣子我覺得是凹水 在那裡假笑 沒有了火了現在 他現在沒有了火了 我們聽回他前面 咦 那時真的有黑膠碟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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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沒有了粉絲 做人要做好人好事 沒有了 好人想來害人 又沒有人性又發問 現在聽聽他前面怎麼罵人 我給你聽聽他前面怎麼罵人 你就知道 為什麼 為什麼有機會進入戰場 是不是啊 癡癡 癡癡 他曾經事故 媽媽也都在陷害我 他都報警報了八次 是吧 是吧 我發現真的行得正 其實根本無需要害怕他們 是吧 是吧 他怎麼來就怎樣去 對應去面對 是吧 拆解 就是這麼簡單 是吧 嘩 他這次可以利用我的善心 上來交換我 我真的沒有發言 你自己死蠢而已 多謝科金支持 你說他精神病發 原諒他什麼都不可以原諒他這條 不用原諒他的 不自動的客 找到底 我們一定會還擊的 是 還擊腳 還擊啊 還擊啊 吃個鳳梨酥 好味道 嗯 是啊 鳳梨酥好好味 嗯 我還擊腳 我打包商 是當日煎的 沒打包商 一天 當日煎的 沒有打包商 就是當日煎的 其他我還是忍的印 或者按他的燃 按他的燃 日根哥一直曬戒指,但是釘戒又多好看 昨天休息後精神穩滿要加油,多謝科金 還有個10元的科金 印尼在Facebook發表原本將射雕的板稅捐給毛國界 就有河馬幫手,但是轉了其他慈善機構 好像他有問過毛國界如何處理這個事件 我根本就馬上挨黑了他 口口聲聲無聊我是騙子 他就變成用這個這樣的藉口 就變成他們可以大膽地加害我 幾仆街,就是無法言良 我證明我老婆不是騙子 我搞快一點點 你沒有錢被人騙,有錢就不見了 對呀 那些這樣的混蛋就是吃過河馬,不用收手的 對呀 為什麼我看清看透他們呢 他們那些心呢,真的還毒過那些蛇 毒蛇呢,他們那些蛇毒都可以有作用 有盈用價值 他這樣的混蛋呢,那些黑粉呢 真是廢台,真是社會敗類 是社會的懷勤之馬 這個黑粉呢,這個混蛋 對呀 快一點點,不要動波鐘,可以嗎? 你们两个 她的叭叭叭我飞走了 有钱的请白律师告他们 始终我都做得到的 你说我说得出不了吗 你说我不是有钱的 请白律师告他们这混蛋吗 何马今晚有多少个什么 不明白 不过多谢你的科金 是吧 我报警了 手上很多张报警回收 你不认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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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做诈骗 你不报警 人家恐吓你 你又不报警 好了 报警报了些鸡毛蒜皮 人家什么都不会做的事 你都挺奇怪 你个人很古怪 用你的名字骗钱 你不报警的 那些我看你赤字不提 你现在没有提 人家仍然是用你的名字 去骗钱的 何太中反 何太见面会 那为什么这些你不制止他 你默许给他做 哎呀你个人 我捉不透 猜不透 原来你们之事 一字字遥算的人 你们都不会收手 好 欣尼姐姐要技术性击到小三河马 要为流量付出这个报应 好 好 谢谢你支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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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叭叭叭叭叭 等一等 我不想听他叭叭 我继续飞下 我发誓以后我一定报仇 一定要给你们送入监仓 谁有份交易过我 你们一定要吃发辣的苦果 吃监仓的苦果 大哥 你说这些怕不怕回力标 多谢你的科金支持 多谢你的窗帖 你说这些行不行 他很忙 忙着在拉黑人 他一直在拉黑人 但是他的留言一直都是骂他 恶意科金 我加拿大的朋友 你好 你来到今天仍然对我这么有恶意 我也很感谢你 太好人就是被人欺 你太好人 哈哈 罚都有苦啊 观音符伸母不要报仇 为什么他罚都有货呢 他们冤了我无数次 警戒都报了八次 冤了我几十次了 无数次了 总之 我多原谅他们 都没跟他们计较 大家有定心理准备了 来到这里开始 他开始就会狂闹人了 大家坐定 拿定花生坐好了 多谢二十五元的科金 是吧 只是口说 报造警 就是保留追究的法拉责任 是吧 你们好玩 你们觉得 我来到我这么好玩 是吧 你们不收手 是吧 哪个人有空害你 大家都是 摇滚区吃花生 要我坐牢 摇滚区吃花生都不行 可以吗 喂 不要打IKE 他差不多来了 到时 哪个 慫荣 強迫 人家告我 我就会告他 无告 是啊 是啊 那帮人一定要去吃 發辣的苦果 才行 如果他借钱 我们也会到他 打这场官司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你跟谁打 一个人要花一百万 你这么多人要花几百万 你价格受虚了 一个堂费都十多万 你怎么办 我十分欣赏你 你能借到那么多钱 你一個一百萬 兩個就兩百萬 你沒得合併的嘛 你一單還一單的嘛 老公 拿點粉絲來給我吃 哈哈哈哈 拿不值錢的嘛 你吃先嘛 你喝了做事啊 你拿紙巾成字的 那些紙巾也拿出來啦 除了都打的 除了都打的 老娘要救個個氣歌手啊 扣幾個囚禁 開始啦 開始啦 老娘沒有飯就站起來 沒有東西就站起來 天天攻擊老娘 含害老娘 你和那些烏合資還有什麼區別啊 直接沒有區別啊 你和那些 是不是 讀事有什麼區別啊 請問 我們要打七寸的 竹策也要竹頭啊 打蛇也要打頭啊 打七寸啊 打什麼啊 七寸的自明箱啊 他沒有開名的壞人 他不敢開名 每人被他們欺凌都這樣 兩人一忍再忍 無數次忍了幾十次 他們的家圍忍了幾十次啊 竟然報了八次 喂 你這樣這麼快會結束的 哈哈哈哈 你按到這些按鈕啊 你還說沒有 來了啦 來了啦 你怎麼不去那裡 先回到你那份啊 我不吃字啊 我就怕你 要加滴到那些制度而已 我只是保護那個機 那些沙保電話 那些紙來 這麼輕的 那兩人頭都痛了 這麼輕的 那都好 被他們刺激到 那兩人都 激到爆炸 這麼輕的那樣子 那個混蛋歌手 那個瘋雞啊 激到爆炸 那個死瘋 瘋瘋 瘋瘋瘋 瘋瘋瘋瘋 顧瘋瘋瘋瘋瘋 你不知道的嗎 好想我這個吃過的 好像我這個吃過的 顧器高手 你以為他們大吃 被壓死了 那樣 這樣我本來最早吃顧瘋瘋瘋 那這種黑粉聖日 害女娘 道德逢無淫 現在 是他的臭雞 我會放在那邊 這樣的臭雞 不死都沒有用 撲他的臭雞 兩娘真的從來沒那麼生氣過 他以前的老公的家底 我知道了 我不熟悉 他以前的老公 我也熟悉了 做家做得多 可伯又發電 可伯又說認識人老公 可伯你什麼都說得出 你這個吹水大王 以前的老公 我也熟悉了 他老爺 我也不熟悉了 你有多熟啊 大佬 要跳雞鵝 陪他玩咯 無所謂的 他以為不知道 跟著女仔 他以前的老公 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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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再也老娘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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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都 我要追擊他 他追擊得我很想 懷得我很想 封殺得我很想 他以為我這個不知道以前的歷史 有什麼歷史啊 有什麼歷史啊 可伯都很厲害 上至歌手老公 下至 下至 所謂的社團人士 是你什麼人都認識的啊 他欺負太陣了 他現在躲在台灣而已 你不是躲在台灣 你是本身台灣人來的 你認不認識的 你不是瘋的可伯 又說很熟人 又說認識人老爺 認識人老公 你閉嘴嘴吧 大佬 他過來幫你歌手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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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聞哦 原來他說借錢告的是那個歌手 他借錢告的是那個歌手 哇 河馬 和人打八六戰 這樣也可以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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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明白你想什麼 大家明不明白你想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einem從還不 cooper 剛才人家都進來了 啊 過了 我們 は 搞了 這個只是老西學來的 嘩 什麼叫學啊 為什麼有個學 在七度的時候 舞動是很小的 那時候我真的不知道它這麼黑心 真是還讀過一些毒蛇 哭的臭奸 你不要掛它 它們很傷情的 很傷心的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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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生孩子的生菩提子 嘩 生菩提胎 生菩提胎 生菩提子出來了 難怪這麼極端 這麼變態 難怪它的人生心理這麼扭迫 整天想來害人 陷害人 嘩 何太 你是不是瘋了 多謝三十八塊的課金 自願惡意課金 何馬沒有這些 何馬得惡意沒有課金 多謝大家支持 好 多謝大家 去嘗嘗 你怎麼也要去嘗嘗 你怎麼知道和他 他老爺也挺熟的 他以為我不知道他家底 柳光以後我跟他拼命你不要攔住我 他跟姐姐拼命叫可白不要攔住他 你放心吧 可白一定不會攔住你 從這裏開始好像罵了姐姐二十多三十分鐘 他以為他躲在台灣 他就是得罪人 我今年去台灣過年 他現在很瘋 他說要去台灣挖人 行不行 你什麼都知道 上知天文下知地你可白 多謝十五元的科急 他什麼都知道 最厲害是你 他這麼著名 好明起碼一定不會攔住他 一定會攔住他 我像黑子一樣 得罪人多稱呼人少爺 他躲在這裏都可以 躲在台灣 你不給他一些教訓他不行 他還要給他一些教訓人 你看看這傢伙是欺善怕惡的 知道別人說了不會告他 他就放盡心地去罵 他以前的老公 有個扶著的 不要再說全名 他不怕 他老爺姓張 老爺姓張 他怕是很怕 他怎麼會不怕 他肯定和他拼命 他剛剛有大人 他說 我就不信你告我 他是想引人去告他 他現在 他現在在玩這件事 他做錯的事情 他自己負責 他又發現了 他這麼過癮 沒有人造成這樣 無聊娘娘 可能他受的太多了 受你們的行為委屈太多了 他看見了 我知道了 他二個老公生 有所見禮物的 拿我老公的命 他這麼穩定 他這麼穩定 他這麼不清楚 一目左右都要搞定他 撲他去炒街 你不顧後果 他惹得我這麼陰 你不給我好好地告日子 你也要來加害我 他還想到一件事 我還想到一件事 為什麼他會說人家加害他呢 因為我之前看過 印尼那邊的Facebook 好像有說到 都是毛國界醫生的事件 他可能是把這兩件事 這樣拼在一起 所以這樣拼在一起 他就把那些怨恨 然後 放棄 他就把那些怨恨 他不敢放到毛國界那裡 他不敢放到毛國界那裡 人家這麼大一個機構 真是告他了怎麼辦 但是他看到你 可能你退了休 或者你沒什麼特別的事 他就搞你了 這種人就是這樣 還有他欺負他 他欺負他 他欺負他得過Facebook 那個影響力 可能就是 傳播的力度 始終你文字 還有他現在這樣直播傳播 力度不同 所以他現在是想欺負人 我看到他的動作是這樣 他是想欺負人 他知道你不會播 他知道你不會播 他手法一道 利用柳梁的善心就交換我 你利用什麼就交換柳梁 都可以搖算你 利用這一點就不行 他就跟你說 我早晚找你信仗的 拼你的臭街 蒲國街 啊 不要這樣說話了 這次 我換來找你信仗 你這樣就好啊 叫龜都沒有人要去的 那個很聞名的 蒲國街是很聞名的 我們這麼小 十多歲他都寫了名字 他都幾十歲 我們十多歲他都幾十歲 他剛才很囂張 他剛才有拍著手說 我是不說名字 激死他 拍了手掌 那樣 我可以了 他以後這個 這個 這個可發 什麼歷史我不知道 他剛剛這樣做的 我認識他以前的老爺 叔仔我都幾老友的叔仔 他應該看到姐姐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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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貼文 他就生氣 然後就生氣 無國界醫生聲明大噪 請乘性追擊 臨魂一腳 國際慈善機構 保衛信譽是第一位 絕不容許他人侵犯 他就說我回來了 承手樂言 即是說他去回無國界那裏捐錢 意思應該是這樣 後來他就在這裏說 毛國界醫生的事 毛國界醫生的事 就是 出了剛才的通告 就是把事情通知了警方之類的說話 惡意課金 小三河馬早日高中梅力彪 大眾在花生區 看你原地爆炸 我們就要拿著螢光棒 在搖滾區 去YOYOYO的食花生 大家幾十年了 我樣子有時變的 他現在經常被人攻擊的可怕就是我 是攻擊的 被人攻擊就是我 他很合理 就是呢 我聽清楚了 現在那隻腳 黑粉 聽不到我 他現在到他七萬一咬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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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賤人 這麼賤 有人洗版嗎 我看看 我看到10元的課金 我看著誰洗版 我看著誰洗版 我看了 太多留言我看不到 我清清楚楚 他就跟著你看 老娘被人害得多 害得慘 他又想繼續害我 他害到老娘幾個月還沒夠 攻擊老娘 現在他竟然是給人家無國界 人家無國界 不處理我 不報警 不告我 他就說什麼取消他那些什麼 什麼 捐款 什麼 什麼 電視劇 就是什麼劇 射雕英雄長 的版權 賺做什麼廢 是不是跟羅文那一首 我不會放過這種人 他太有權有勢了 我不會放過這種人 是啊 他想大食摘死蟹 他真的 他不會顧後果的 他以為我們任由他猜 任由他害的 多謝課金支持 他以為我們任由他接務 任由他家圍的 很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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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冷的給我 你把冷的給我 現在是我 不用把冷的 鵝馬現在 去挑機恩尼姐姐 他說他不開名 要氣死他 不行 夠了 剛才有一個 疑似是恩尼姐姐的帳號 出現了 但我又不覺得是他的 可能他們之間的劇本 沒有夾好 接著他就整個人 凹水了 他有點貓 他知道那些人很欺貓 他有點貓 他有點貓 多謝三十八元的課金 有些人這麼賤格 這麼卑鄙 要不要跟他說這麼多情面的事 無需理會的那些 有些人不配 跟你說那些喜愛 有些人性的人都配 其實是沒有人性的 現在我練的那些醜事都拿出來 人家生孩子三毛弟子 有些人知道 他心中有數 他知道的 多謝八元課金 他現在唱十六號愛人 曾經支持他 那天天聽他的歌 我沒想到 所以沒有人是這樣的 他現在開娛樂圈的戰線 我不會在乎那個人 我曾經真的支持過他 對他也有了一定的感情 竟然現在這樣害我 還不是很離譜 你用我的善心去害我 這件事件 那些人哪可以搖擺的 哪可以放過 以前他那時候 每個人都在捧他上 有支持過他 現在他反而出到對人 是啊 一直聽了他幾十年的歌 你會去台灣請人喝酒 這人是恐嚇的 但是沒用的 人家是報警的 多謝十五元的課金 他說 他说他要借钱去告人 我请他喝茶而已 我没有兴趣 请他喝茶而已 我就好意 浪费时间啦 一碰面肯定是 什么的啦 我不会这么危妆的 我请他喝茶 就好好孝敬他咯 请他吃屎咯 请他喝茶 好听这行不行 孝敬他 你太认识我心 两年十几次听他的歌 听了几十年 他还要潑人啊 他可能哪方面我都可以接受 他利用别人的诠心 就不定 人家诠心里面是想自己利用别人的诠心 他根本不是诠心的 他的胎胎都不是人 哇 可伯的口很毒啊 你这样说这些东西行不行啊 可伯 你别那么疯了 说这些东西 人家说你你又不喜欢自己的嘴巴 有这么鬼毒 哦 他有说人家老公毅名啊 姓傅 而且他拍摄了他的特征 姐姐报警就行了 不用自己钱 多谢你的科金 我先看 他那时候已经报了他 他还不懂做人 有些人心里变态了 他那时候懲罚了他 他还不肯收手 还继续做坏事 他听到明白我说什么了 他有直播了 没有必要给大家看 以前我认识的 哦 他没有有粉丝的 他想利用豪太做势 吸流量赚钱 说欣尼应该不会做这些东西的 欣尼不会做这些东西的 欣尼不会用你河马哥的名字去做势的 人家也没有必要的 别那么疯了 什么都拿来做流量 人家不会做这些东西的 所以他那些不疾手段 所以他那些人 不给那些斧头他叹叹 他不懂得收手的 是吗 他乱来的 我以前 有个朋友 那个媳妇 我朋友的媳妇生菩提胎的 生一出来不是人形的 原来 我朋友的媳妇 以前 你这把嘴这么毒的 你 经常说这些东西会不会力标 我这么卑鄙 这么贱架 哇 那把嘴其实很毒的 真是很毒的 那把嘴 哇 左一句右一句 那样 我以为你河市 河市还要加些料 是啊 是啊 不是这么简单 是 要加些美容料 孝敬奇 什么美容料 多谢五十元的波金 没有口感的 口感你要吃吗 那些吃了那些黄豆 哪些不消化 那些吃了那些黄豆 那些咬它有口感的 知道吗 那就好吃了 有口感就挺好吃 那些很激烈 哈哈 一定要搭临死的 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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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網台那些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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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没有开玩意,我两个人聊天而已 多谢50元的课金 美国的自愿恶意课金 你是不是美国佬 好,继续 他又拉门下水 对,他这么清楚 他说他撥人屎,然后又要口感 他很清楚,他是不是吃过 要口感,他撥人屎是追求口感 他难道要吃完才再撥人? 一定会找你 台湾两天都要撥 多谢100元的课金 对,你还说去台湾撥人 你没有惹怀我,惹怀我真是一法不好收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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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後那些惡人 所有人都有惡報的 他們是惡霸來的 中國都不找起這樣的手段 就是了 欺凌人 加害人 我這位網友說 他兩個天生一代 無人反對 祝他們百年好合 永潔同心 可百長命百二歲 順口 你們小吃的 我不怕的 我不是貪生怕死的那些人 如果我是那些人 阻比那些黑粉 我都不怕那些 我走得多棒 狂動精精 是的 你善良對善良對善良 我就是會哭的 我的感動也是會落淚的 我是不會惡勢力低頭的 因為我是非常憎恨那些惡勢力的人 蝦人 萬事中陣 那些人是非常憎恨的人 人家以前的惡勢力的人 有個氣道在那裡 有義有氣的 不是有客的 人家都鬥爺有鬥 企鎮這麼親狂 這麼無恥卑 無恥無恥 無人格 無人性的 是嗎? 人家雞做雞都是一種職業 雞都不宜 嘩 毒到 你看他毒到 我不用鬼 他現在應該是駁人不去告他 他現在應該是這樣 他知道 告人要花很多錢 現在他到處去弄人 讓人去告他 我估計他是這樣的 哎 行得正就站得正 做藥資金不要做黑心啊 做些善心的事啊 我都跟他說 抓死幾個月 做人要做好人好事啦 沒有想著來害人啦 害人中為己啦 我總是講到無數次的啦 是嗎?已經講到無數次了 他們總是不肯收手的嘛 總是要來逼害我 加害我嘛 就算是承傳他們啦 我親自問一下他們害得我有多爽啊 害得我的結果滿不滿意啊 就算我會親自問一下 他說要親自上門找人啊 現在 好瘋啊 明天應該有很多新聞會講這件事 我認為有很多新聞會講 有些人打出來 有些人打出來 說這這麼清楚的那些 那些底細我當然清楚啦 今天釋了四 30秒跳一個 哦 大家計一下河馬究竟多少歲 明天說今天是1978年發行 哈哈哈哈 哎呀 噁噁 30秒的人才可以重發到的掌飾 嗯 他不敢開人的名字的 因為他怕被人告 他是想擊死人 但是他不知道影射同樣有問題的 但是他不知道影射同樣有問題的 在哪個家圍要令到我吵冤獄 你試一下 是嗎 我就會找他電視底了 找他電視底哦 其實我根本不需要 你說他兩個天生一隊 永潔同心 飽毒到這樣 今晚聽完都要 都要怎樣 我先看 飛走了 啊 聽完都要惡意科金少少氣 好啊 多謝你惡意科金 繼續讓他越玩越大 繼續讓他講 看看他還會搞到誰 到時真是一次過被人告到的回力標真是大 我不知道啊 我現在都是在這個花生搖滾區 和大家一起吃花生 我是猜不到他 他的火力這麼強猛啊 他拿著火箭炮 一炮打到姐姐那裡 然後跟你說 我沒有開你名啊 但是砰一聲炸人 還說要去台灣刮人 然後又 說真的 這些事情 我自己聽到都覺得不舒服 更何況當時人 我都很佩服他們兩個的勇氣 然後你一句我一句 他好像真是在網上講話 是不用負責任的啊 什麼呢 根本都不需要負上任何責任的 你自己拿來的嘛 我啊 《光明女樂日》 我還說 找個電視底 我不會和你同家醫生 不值得 不值得啊 不如用什麼 是吧 因為呢 對啦 嗯 到時他給我教訓到他 眼眨眨眨啊 是啊 騎得沒得騎啊 又咬我面 又讓人家不喝到時候 老公 到時你看好戲啊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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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七節招 從來都是去試試自己的那些混蛋 從來我都沒有想著去害人的 欺負我害人的害得太慘了 是吧 真是罰得有火啊 老公這個燥熱了 起了一粒暗瘡 是啊 來自香港的惡意課金多謝你啊 來自香港的惡意啊 這些不是青春豆來的呢 不是青春豆嗎 是暗瘡 吃了兩天的爛尿蝦 焦熱的爛尿蝦 復出來的 好熱 所以九天都不敢吃 有些熱 老公 剛才那些頭糖呢 咦 你又撿了它啊 頭糖啊 我替你擺了 多謝一百元的課金 喂大哥 阿坎伯好像搞錯了 別人的老公的名字 不是姓傅的 哇 網上就說 阿欣尼老公原名是姓張的 是不是 坎伯就說認識別人的 原來只有一個吹 是吧 阿欣尼老公 阿欣尼老公 是這樣的 兩夫妻有什麼所謂 一餐分兩餐吃 是的 有什麼所謂 剛才吃的粉絲都是下午吃不完 我們兩夫妻有雙有糧 有雙有糧 有雙有糧 吃什麼吃什麼 那吃東西我老婆拿著主意 吃什麼我就吃什麼了 我最喜歡她的 她吃什麼她吃什麼 後來好像是有一個這樣的 印尼的帳號出現了 就叫她開名罵她 後來肥婆就凹水了 好像我們剛才直播一開始 她是凹水的 就不敢再說什麼 也不敢開名罵 她去到後來唱歌 我不敢播她唱歌 我放過大家好不好 還是你們想聽她唱歌 你們想聽她唱歌的話我都可以播 大家有什麼看法 想聽她唱歌的打個1 不想聽的話打個2 你也要惡意科金消下氣 我開始感受到你們的惡意 我說明先 我自己就不太想聽她唱歌 我戴著耳機她唱歌的話 我就會幾痛苦 哦原來沒有搞錯 那欣尼姐姐的老公是姓傅 傅星是藝名 原本是姓張 整件事沒有搞錯 是我自己搞錯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但是她的火頭 這樣辣發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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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尼原名 欣屬斯 傅星 原名 張傅星 這裡已經說了 這裡已經有人說了 這裡已經有人說了 剛剛也有網友跟我說了 我估計應該是對的 她只是人藝名而已 我估計應該是對的 她只是人藝名而已 她一唱歌很拿命的 又走音 會發我夢的 你想一下 我做直播對著她的樣子 我自己都頂不住了 對幾天而已 我就躺在那裡了 精神、體力都透支了 更何況是要聽她唱歌 要命的了 希望不要有事 什麼不要有事 喂大哥 這樣說人 人家一定會生氣的 人家不是走路去台灣 你猜是你們嗎 經常掛著走路走路走路 不想聽河馬唱歌 惡意科金 我都感受到你的惡意 咸松說 和印尼姐姐的老爺好熟 我真是相信她 我真是相信她 在亂說話 哦你說 水哥被河馬吸乾他病了 Sorry 手行 惡意科金 我多 多謝你的惡意科金 看看一開始的懶人包 看看說什麼 一開始就是這個懶人包 看看文字 可能大家會比較有概念 她回應無國界醫生報警 說自己不會害怕 任由她們看直播取證 日常遇到幾個美女中粉 就要求合照 這批要求合照的中粉 我想應該都要收通告費 即是現在她每天的行程 就是有合照 然後還有看相佬 黑衣 幾樣東西 都是要收通告費 我覺得 惡意科加上河馬早日收皮 我都希望她早日收皮 她是台灣人 她是台灣人 她不知 很多東西她吹得吹得吹 她知道姐姐在澳門出生 你聽她罵人的口吻 其實是很惡毒的 你想像不到她會這樣罵 我是想像不到 可惜九個九名評 Hood 的اطimin 然後她就說 某個女歌手是個氣女星 就幫助黑粉向慈善機構施壓迫害她 她說她不會怕相信法治社會有公義 不會怕任何迫害也不怕警方調查 就即使說那句話又如何?不要扭曲她的意思 這就是河馬所說的東西 她覺得這女性幫黑粉向慈善機構施壓迫害她 說來說去都是覺得別人愛她 她的自己 多謝250元的科金 今天下班請我吃宵夜 多謝了 好,繼續吧 哦,繼續罵我的黑網台 說無國界未必一定會告她 又正PK 跟著又說其他網台主持的是非 跟著再說 對黑粉非常憎恨 利用她那份善心來加害她 將來一定會入她們序 將來一定會入她們序 就說這場仗一定會和那群黑粉打下去 亦不會手軟 繼續大罵黑粉 今晚就是罵黑粉和罵姐姐的夜晚 聲稱手上有很多份報警回執 他聲稱啦 這個報警界的KOL 我也是說一句 你有那麼多回執 你有那麼多避案子 那為什麼呢 你不去處理一下那個詐騙群組呢 那個詐騙群組你是需要去處理一下 別人是開始騙到錢的 不要你多還是少啦 用你的名義去做這件事 你不去保障一下你的粉絲嗎 為什麼你不去叫人關停了他呢 你出完那鋪人家都是照做的 整件事來人尋味 好繼續啦 人家傳恐嚇信給他 他又不去報警 這兩件事是應該報警的 他不報 其他事是衝了去報警 他又發誓 今次誰利用他份善心去害他 他自己說些事出來 後來無國戒醫生 阿欣來講之前無國戒醫生已經出了文 關他什麼事呢 來來回回其實他都是覺得有人害他 他要找個人出來祭旗 他還說反告對方無告 借錢打官司也要告對方 他還說反告對方無告 他還說反告對方無告 借錢打官司也要告對方 他還說反告對方無告 借錢打官司也要告對方 打官司也很麻煩一件事來的 特別香港 打官司可能也要用不少的錢 他問誰借錢 可以借到幾十萬的錢 每分鐘燒了手上的流動現金 我又不信 他會借錢打官司 這個我肯定不信 然後他還說 將會提告過氣女星大罵特罵 這個我剛才說過 來來去去都是那一句 就說要借錢打官司 等一等吧 他說自己那些是善心 這些是他自己說的 他說他的善心就想著捐錢去毛國界那裡 跟著收你們的科金 但他的善心就要隨著這個科金的多寡 就要越減越少 善心一開始沒什麼科金的時候 捐了他 科金開始多的時候 他就說捐一半 科金再多些 他說10% 後來深思熟慮 就想清楚我不捐 我要用來買好衣服 我要用來過好自己的生活 其實一開始那個所謂的善心 那些所謂的課金都不多 你未收到之前就捐了他 又好看 你說頭三場我這樣捐了他 好好看 整件事不會搞到現在這樣 現在他不會做的了 名字都很臭了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會說 那我頭三場的科金我捐了他 我一元不正捐了他 反正都不多 加上兩千元有找 就捐了他 捐了他沒問題的 兩千元而已 又可以拿個好的明星 但他沒有這樣做 我不知道他是想不到 還是不捨得 還是那些人不希望他做 如果他頭三場說明我 連這場所得的收入全部捐了他 那馬上做了 你也沒有把柄給別人說 要不搞到現在 今時今日這樣 現在今時今日這樣好看嗎 我覺得不好看 整件事是 我覺得是匪夷所思的 這些低級的公關災難 是不應該發生的 你去到無國界出來之前 我捐了他 拿一張收據貼上網 這件事搞定了 對不對 大哥說對不對 你說完我馬上捐 對不對 你說什麼都好 直播一完馬上捐 那搞定了 不會變成現在這樣 他現在是燒了娛樂圈 會不會娛樂圈出一條戰線呢 如果娛樂圈出一條戰線的話 那就很有趣了 就是說這個河馬事件 是能夠燒到一個我們想像不到的地方 他開藝人炮 沒有開名的 說那些說話這麼難聽 拿著火箭炮 然後說我不是打你 但是他的炮彈在你身邊爆 可能是他的團隊教他 這些都不是25來的 這些是團隊來的 這些是團隊來的 但是這個我都想說 影射同樣都不行的 不過不要緊 千錯萬錯 都是河馬自己說的 就不關他的團隊的人事 就是說 剛剛鏡頭面前所說的說話 全部都是河馬和可白說的 其實可白如果收聲不說的話 就河馬一個人坦了 但是兩夫妻同生共死 兩個人一起說的 鴛鴦蝦蝶命 這樣兩個人就會一起去中招了 我也想看看明天阿姐姐會怎樣回應 我想看看會怎樣罵他們 我真的沒有想到他們可以罵他 罵那麼久我自己 剛才回到來 我開機撈了一會 我聽了一聽 我都有點嚇到 我是猜不到的 我是開始看不清楚 他倆是為何這麼有底氣去做這些事件 對不對 是啊 我不懂得給反應 他沒有開盈利 他這個台還沒開到盈利 他這麼硬火力行不行 這麼硬火力又得罪了人 周圍去收集律師信 他今晚大罵印尼 明天會不會變成娛樂新聞頭條呢 不知道啊 我真的不知道啊 哈哈哈哈哈哈 燈爆河馬啊 詛咒人半小時啊 不是 我一直都說他什麼 我說他還未至於會犯法 只是口臭而已 但誰知道他一下一下來玩而已 我猜不到啊 多謝78元的課金啊 不用給流量他一下KO他 而是 韓馬團隊怎會合到錢啊 你告一個人啊 也要幾十萬 甚至一百萬了 你去到一個這樣的數 去跟人玩法律戰 可能人家花錢就不覺得問題很大 但你去花錢借回來的話 你怎樣還給別人呀? 跟別人打工呀?直播打工還錢呀? 你直播的收益不會永恆都那麼高的呀 這個事件會不會收不到貨的呀? 會不會在Youtube上告河馬?應該不會的 也不是這個告不告的問題是你自己用了別人的名義也沒有捐錢 事件反過來說他是用了別人的名義呀 但是他趕快那三場的直播收益全部捐了的話 他根本紅牌都不會收,那人家真的捐了嘛 那雞腿打人家較遠嘛 這些事件有時間告的,還要花很多錢 但是河馬說他要借錢去告人嘛 那我都想看看啦 對呀,剛才那個印尼姐姐應該是假的 我覺得是假的,真的不會在這裡叫他這樣說話的嘛 不會叫他唱歌的嘛 真的看他唱得好聽嗎? 上網看維基已經知道大分母運了嘛 應該是姐姐就未必會告他,因為他自己公開說 說不要花錢在這隻河馬身上嘛 全城收拆律師進會不會當集郵他已經在集郵啦? 不是集郵嗎? 他現在都收了三封啦 他完美示範什麼叫蒙眼走鋼線? 他蒙眼走鋼線他過到才行的 哈哈哈哈 其實真的是的,三場加起來才2000元而已嘛 捐了他捐了他 後面就說我捐了,後面那些我就不捐了 你這樣說這句話已經解決了 這個是很簡單的公關做法來的 誰會借錢給他呢?他的團隊的人咯 我說為什麼有youtuber在youtube不斷廢? 不要說是名人啊 就算罵的是普通人啊 youtube那裡不理的嗎? 惡意課金,請我登拜他們兩個嗎? 你要我登呢?那我就登給你看啦 我覺得他兩個人,我現在是開燈啊 我覺得他兩個人未至於犯法的 只不過是口臭而已 應該不會被人告的 應該不會有法律問題的 夠不夠登啊各位 不知道會不會登死他了 哈哈哈哈哈哈 他說他自己根本就不怕那些律師信 他自己說的嘛 那是捐2千元而已嘛 我之前某些事物捐的都不知道那麼少啦 你捐2千元? 三場加上捐2千元很閒的 我覺得是 姐姐私人不告他 但是唱片公司有法律團隊 不知道啊 他剛才哪有課金啊 都未開營利的 未開營利哪有課金啊 出力點登去啦 我再說多次 現在我看看燈 我看看燈不登得死他啊 我覺得呢 河馬應該就未至於犯法的 只不過是口臭而已 那還有什麼要登去啊? 大家覺得還有什麼要登去啊? 選公屋不會收回的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說完我自己也笑啊 會不會這樣燈死他啊? 你覺得燈不登得死啊? 我說完我自己也笑啊 好像蕭先生之前那樣 我祝你身體健康長命發稅 哈哈哈哈哈哈 會不會啊? 我呢 欣尼姐姐黑髮兩道都給她面子 被破兩夫妻而命長 如果我貼北污頭像 應該貼他大號 尾三個視頻出來 這個才是他沒有用尾眼的樣子 噢 你說燈燈燈燈燈 多謝你25元的課金啊 我覺得他的口臭 未至於犯法啦 所有事情都合法合規 是按照正路嫁去香港的 我不知道會不會燈死他啊 他按照正路嫁去香港的 和可白是真心相愛 不是為錢的 亦都沒有第三者出現 現在也沒有第三者出現 和可白是真心相愛 然後還有什麼說呢 抓他身體健康 還有什麼呢? 還有什麼呢? 沒有犯法? 夠不夠燈啊? 夠不夠燈啊? 哈哈哈哈 你還叫我燈完他的水果庫 告他不進嗎? 如果這樣全部燈中了 我覺得也挺恐怖的 我要找個人去買球 上次買球的人當了我神燈啊 然後好像也中了 然後有個網友問我紅藍綠 elder派你喜歡tu些什麼顏色 又買了我的對家 後來 живот家的 他再送了謝謝我 謝謝佳八元的課金啊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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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大家開心一下,這句我一向都覺得是犯法,不就是口臭,未至於犯法 我一向都這樣說,我不知道能不能燈,如果能燈,應該要開一支香檳直播的時候大家一起喝 大家看我喝了,一直都有祝他身體健康,有沒有心髓?我怎麼知道有沒有心髓? 我都沒有看開球,很久沒有看球的了,還叫我排六合彩給你,不要啦,你中了是不是分給我? 你說影射歌手形象可以告,你說我燈神好波?不是啊,你們要求我才燈啊他 燈到他進不了赤柱 你說韓馬泛國安法,我哪是出名的燈神,大家不要亂說話 如果真的燈死他的話,直播喝香檳吧,我去餐廳直播你看吧,找一間好餐廳,拍著我吃東西吧 大家說好不好?燈到公屋扣分嗎?他公屋怎麼會扣分啊?人都不在公屋怎麼扣分呢? 如果這樣扣分就搞笑了,他又說我燈死他了,他第一次樂業課金捉場登場友說不要這樣玩 不是啊,你昨天,你昨天啊,你昨天啊,你昨天啊,昨天啊,是昨天啊 前天啊,是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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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我便說這個社交 gusto保持不變的,怎料他寫色50例,我看完我也覺得自己好恐怖啊 連這些都登得中,近期不知道怎麽事呢,登到很恐怖啦 你登到他不用坐牢,入境平安你送一瓶香檳給我和鼻仔一起喝 哦即是你叫我說,何馬不用坐牢,出入境平安,如果登到他你送一瓶美食給我,多謝十元雞的課金 如果登得中的話,開紅酒吧,直播喝吧,很久沒喝過了 我們說他不見棺材不流眼淚,你知不知道印尼家族多猛料 張仁龍家族的新界皇帝黑白兩度苦手清晨,他連這些人都敢得罪 死了都不知道什麼事,但綠婆真是無知,以為人人都可以得罪 我看完之後我都歐嘴,我真的覺得不會減息 燈他小號開通,他小號應該是能夠開得到盈利的 怎會開不到呢? 如果小號真的被我登到開不到盈利,我都寫個佛字給自己 我不覺得他小號開不到盈利的,我覺得他的小號一定可以開到盈利的 我不覺得,找不到理由他的小號開不到盈利的 你明白嗎? 是否做得好事多變成燈神好,怎知道 不過這些是無雙大雅的 不是他,他說自己認識別人的老爺 開車來沒喝酒?不會,怎會 明天會不會下雨?現在都下雨了 燈黑粉黃除名? 燈他不會被滅台嗎? 他那個台其實都很難說封的 你要不停拿到紅牌,收到三張紅牌才能夠封他台 是否這麼容易啊? 是否這麼容易啊? 是否你們引到我呢?現在開行燈 待會轉個頭中鬼了,我都不知道怎麼辦 好啊,這麼恐怖 什麼時候帶假髮?這件事玩完就馬上帶了 他這件事還沒完,待會我假髮更紅 怎麼辦?我不想這樣 上次帶個狐狸耳朵,找一找數而已 整個Facebook都是我啊,我還敢再亂來啊? 明天應該很多新聞會說這件事 明天新聞會說的 燈他沒有第二、第三張紅牌嗎? 第二、第三張紅牌應該都...應該... 怎麼說呢? 他現在這一張紅牌是無國界送給他的 如果不是無國界的話,其實你很難送到牌給他的 正常情況下,他又沒有版權問題 對不對? 他又有版權問題就說而已 但是他現在沒有嘛 所以都很丟頭的 正路來說 啊,本來本來想著今天帶大家去旅遊的啊 我忘記了,阿伯當然是認識別人老爺 人家不認識他嘛,這樣就對了 人家不認識他嘛,他認識別人嘛 好啦,播了一個半小時啦 今集就跟大家看到這裡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面留言吧 走之前記得點個讚吧 我們下集見吧,拜拜 拜拜 拜拜